OK 所以呢我们刚刚提到 把跟问题本质无关的细节绿掉 那我们现在来练习一下吧 这就是刚刚那张地图对吧 我们这里呢有核 核在这个地方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这里有桥 1 2 3 4 5 6 7 有7座桥 那这些东西是我们在图上关心的资讯 我们要绕一圈回原点 就讲这些事情嘛对吧 跟这个问题无关的细节有什么 比如说啊 你关心核有多宽吗 好像不关心对吧 你关心核里面的水脏还是干净吗 好像没有吧 你关心这个地方是田 还是这个地方是城堡吗 好像不重要对吧 你关心桥是木头桥还是大理石桥吗 好像不重要对吧 以我们现在要解的这个问题来说 我刚刚讲的这些什么桥的材质啊 什么核的宽度啊 通通都不重要 唯一重要的就只有桥在哪里 核在哪里 岛跟岛之间是怎么样被连接的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如果体认到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做抽象化了 首先呢 我一开始图长得像左边这个样子 对吧 那我highlight一下这些蓝色的核 绿色的桥之类的 接着呢我把它画成中间这样子的图 因为这些岛上面到底是田啊 还是鸭子啊 还是农场啊 还是城堡啊 不重要嘛 全部统一化成绿色的 可以吧 所以就是绿色的区块就好了 桥呢长什么样子也不重要 都画的这个弯弯曲曲 像蚯蚓一样的那个颜色 但是OK嘛 核长什么样子也无所谓 所以就随便你这样子拉 只要它的结构一样就好了 那怎么说结构一样呢 左边这里 一二三四 有四个区对吧 对应到中间 一二三四 一样是四个区 那你看一跟二之间 是不是恰好两座桥在连 诶没错吧 二跟四中间是不是恰好一座桥 诶没错吧 所以你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 中间跟左边 这两个图果然是同一个图啊 他们当然不是同一个图 但他们本质上是一样的 对吧 你把左边那些资讯绿掉 变成中间的图了以后呢 完全没有损失任何 你解这个题目需要的资讯 这就是抽象化 好那从中间到右边 那我们就发现 你这块面积大还是小 其实你也不关心 对吧 所以呢最终的最终啊 这个电脑科学家 或者说数学家 他们就发展出了一种模型 好就叫做图 好那就是graph啦 那右手边这里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里有四个点 点就代表区域 对吧 所以呢 一 二 三 四 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第一区跟第三区 中间是没有桥的 OK 所以就没有连线 二跟三中间有两座桥 两座桥嘛 对吧 然后二往外指 一共有五座桥 哦五座桥 好所以呢 基本上在这个题目上面 点就代表区域 线就代表 这个叫什么 桥 就连通的方式 这样可以吧 那这个东西呢 它并不是我发明的 这是我们伟大的数学家 尤拉发明的 他把实际的问题 简化成平面上的 点跟线的组合 桥视为线 桥连接的地区 就用点来表示 最终出来的模型 叫做图 就是一个graph 或者是一个网路 network 那它呢 就是由 刚刚所谓的点 跟线来组成的 所以点叫做 英文叫vertex 或是node 线呢 叫做edge link arc 依此类推 那大家之后 如果学程式设计的课 一定会有很多的题目 作业 范例 都是跟这些图啊 线啊 是有关的 不过我们现在 就先概念上理解它 就可以了 好 现在已经会抽象化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 所谓的一般性规则是什么 对着我们抽象化出来的模型 做研究就可以了 对吧 你不需要真的对那地图做研究 地图上面有很多杂讯 做起来很麻烦 只要今天你对这个抽象化出来的模型 就是这个graph 做一些思考 只要你对它有答案 你对原本的图 事实上就有答案 好 那今天重点不是教这个 所以我们直接看答案是什么 这我们伟大的数学家尤拉 当时是怎样 就伟大的数学家嘛 所以呢 今天有一个他的朋友 就住在科尼斯堡 走啊绕啊的走不出来 就画了一个地图 寄到尤拉他家里去问说 诶 数学家 终于这个搞不搞定啊 我觉得这个数学家也很可怜 没事就解一些数学问题嘛 就像我们是资管系的 没事遇到路人 诶 孔子姐啊 你会修电脑吗 诶 诶 误会啊 好 不过你认为回来 尤拉这个人呢 他还是蛮厉害的 他看着这个蹊跷问题 看着这个地图 数学家的想法 跟我们一般人确实不一样 就像刚刚说的 他思考的并不是一组结 他思考的是结法 他思考的是 能不能一口气 把这世界上 所有的类似蹊跷问题的问题 全部都解出来 他在1735年的时候 就已经论述过了 这个图是不存在有一笔画 且不重复走完所有边的解的 诶 怎么说呢 他说啊 我们首先定义一个东西 如果说我任意一个点 我去数它往外指 有几条路 比如说以左边这个点来说呢 它往外指有五条路 我们就说这个点的连结数 degree 叫做五 所以呢这个点的连结数是五的话 下面这个连结点 显然是三嘛 上面这个degree是三 右边这个degree是三 连结数 那今天这个5333有什么意涵呢 假设我从某个点出发 最后要再回到这个点 那这个点上的连结数 显然就必须要是偶数了 对吧 比如说我从这里出发好了 出去 回来 出去 回来 再来就一定要出去了嘛 我左边这个点 因为它的degree 它的连结数是五 出去回来 出去回来 因为最后一个一定是出去 所以它根本就不可能会回来 OK 所以尤拉的说法是 从一个点出发 它最后再回到这个点上 它的连结数一定要是偶数 那今天因为我们这个图啊 我们这个图上所有的图 所有的点 都是所谓的基灵点 它的连结数都是基数 对吧 5333嘛 所以你根本不可能找到一个点 从那边出发 绕啊绕啊绕啊的 最后可以什么回原点 不可能 因为你回了一定要出去嘛 所以这个图必然是不行的 那大家可以先注意一下这件事情 要是你没有先抽象化成 这样子的graph 你根本就没有什么连结数 这种定义 你看着一般的地图 是很难得到这个结论的 这是抽象化 为什么有用的其中一个理由 好 那所以尤拉宣称 所有的图都可以apply同样的idea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左边这个六桥问题 它如果被抽象化成图 抽象化成network的话 会长什么样子呢 诶 果然是长这样 对吧 123 123 我们只把它横着摆而已 好 那这个东西 我来数数看它的degree吧 左边的degree显然是3 中间的degree显然是6 右边的degree显然又是3 所以这个图 有没有可能 一笔画 走完所有的图 走完所有的边 并且回原点呢 不可能 因为这个点存在嘛 这个点degree是3 表示什么意思 你从这里要出去 回来 一定就会再出去 对吧 你不可能最后会停在3 这个点上 诶那你就说了 诶不是啊 老师啊 那我从6这个地方出去 总可以吧 6这个地方出去 是吧 好像很有道理 但事实上也是不行的 因为6这个地方出去回来 如果真的可以绕一圈的话 绕一圈的这个动作 是没有所谓起点跟终点的嘛 你说你从A这个点出发 绕一圈 那其实你会经过B啊 A这个点出发 如果能够真的绕一圈的话 B那个点出发 肯定也要可以 所以事实上 只要有任何一个点 是基灵点 你就绝对不可能 在这个图上 有办法绕一圈 回原点 刚好走完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啦 右边这个一样嘛 中间一个点 外面一个点 所以就1 2 然后三条线 这样子连结 那大家都是基灵点啊 所以一样 没救 所以呢 我们以后遇到图 你也不需要在那边穷举了 把这些连结数数一数 数完 就得到答案 这样就好了 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 要是你这个图上 有0个基灵点 全都是偶数点 那这个东西就有办法 一笔画 走完所有的边 回原点 我们叫它Eulerian Circuit 那如果今天你有2个基灵点的话 刚刚这件事情就办不到 不过 退而求其次 一笔画经过所有的边 这个倒是可以 比如说以刚刚那个图来讲好了 长这个样子对吧 我虽然不能一笔画 走完所有的边回原点 但是一笔画走完所有的边 是可以的 因为我两个基灵点嘛 一个当起点出去 一个当顶点进来 这个是可以的 那如果其他情况的话呢 就无解啦 就是这个样子 好 那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细节 我们就不谈 比如说 刚刚油拉事实上只有论述 要是你有4个基灵点 6个基灵点 8个基灵点 其实你是不可能一笔画 走完所有边回原点的 它并没有真的跟你说 要是都是偶数的话 要怎么样做 对吧 事实上是有办法的 只是我们这里点到为止就好 大家只要知道 我们这个例子想讲什么就好了 这个例子就是给大家看抽象化是什么意思 这些什么 什么小小桥啊 什么流水啊 农田啊 高楼啊 不重要 重要的是点跟点 线跟线之间的关系 对吧 做完抽象化 是为了让我们更focus在 我们原本题目的重点 让我们在设计解法的时候 不要去考虑那些非问题本质的细节 让我们的解法更具一般性 在更多的问题中可以适用 所以呢 这个就是所谓的抽象化 把问题的本质留下来 不重要的地方滤掉 当你这么做 会有非常多的问题 turns out都变成同样一个问题 都变成只有本质 那如果你对本质有办法解 那你就可以同时解很多问题了 所以讲白了 其实这跟你生活是一样的嘛 看问题要看核心 不要看那些知为末节 对吧 对着核心 做求解 以便你能够累积 更多的解问题的能量 大概是这样子 好多的解释 但是这种东西对我来说你能够累积就有点新闻的问题 你能够累积就有点消息 你能够累积就有点新闻的问题